2.22萬家左右 大概2萬2千家 這個是我們有經貨調查的計算 還有調查我們所謂有涉及的狀況 大概2.2萬家 總經費大概1.2億 所以我要特別謝謝 我要請他們出列 我要特別謝謝議會跟我們一起 議會支持這個預算 議會今天是由我們台中的參議業者 非常辛苦 因為在各行各業裡面 參議業者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 尤其是屬於內用的這種參議業者 受害是最大的 所以我要特別謝謝議會 將心比心有同理心 所以支持台中市政府提出這樣的想法 所以通過我們的預算 讓我們得到1.2億的預算 能夠來補助這些商家 今年一直要推到年底 所以我還會不斷地看到陳理事長 不斷地看到你們 我們大家一起來聽經濟 我也特別謝謝工商發展策進會 黃玉珊總幹事 感謝你的台中 他不斷地再給工商建築物 當然我要謝謝新聞局政局長 這段時間好多的資訊要釋出 怎麼請領這些東西 台中市有哪些方案 然後有哪些加值 那有哪些促銷活動 那有哪些補貼等等 那新聞局也公不可沒 所以各位我們台中所有的業者們 因為我們大家攜手同心 產官學各界 大家一喜同心 那我們要度過異景的難關 不但能夠度過一景難關 而且我們還要比異景之前更好 更繁榮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宣布這個方案 就是台中市順先 我們在一起散放的時候呢 我們提出這個安心 這個餐飲安心吃 的振興補貼計畫 一點然後我們主婷要請來 跟我們稍微往中間靠一點 好我們媒體朋友呢 現在應該都可以取到這家的鏡頭了 餐飲安心吃 歡迎來台中 台中餐飲安心吃 歡迎來台中 來台中餐飲安心吃 歡迎來台中 臉順 我們是誰 哪兒